撒姆尔记下第三章 扫罗加和大卫加之间的战争相持很久 大卫加逐渐兴盛 扫罗加却日趋衰违 大卫在西伯伦生了几个儿子 他的长子暗嫩 是耶色列人亚西暖所生的 次子基利亚 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所生的 三子亚沙龙 是基数王达玛的女儿玛加所生的 四子亚多尼亚 是哈吉所生的 五子士法提亚 是雅比他所生的 六子以特念 是大卫妻子以格拉所生的 这些儿子都是大卫在西伯伦所生的 当扫罗加和大卫加交战的时候 亚尼尔在扫罗加的权势日渐强大 扫罗有一个妃子 名叫利斯巴 是艾雅的女儿 伊施波社对亚尼尔说 你为什么亲近我父亲的妃子呢 亚尼尔因伊施波社的话 非常愤怒 说 我是尤大家的狗头吗 今天我后代你的父亲扫罗加 他的兄弟和他的朋友 没有把你交在大卫的手中 可是 今天你敬畏了这女人的事来找我的错 我若不按着耶和华向大卫所启示应许的去行 废去扫罗加的王国 建立大卫的王位 使他统治以色列和尤达 从旦直到别世巴 愿神降伐亚尼尔 重重地降伐他 伊施波社因为惧怕亚尼尔 就连一句话也不敢回答他 亚尼尔差派使者代表他去见大卫 说 这地是属谁的呢 又说 你与我立约 我就必帮助你 使全以色列都归顺你 大卫说 好 我与你立约 不过 我要求你一件事 你来见我面的时候 首先要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 否则 你必不得见我的面 后来大卫差派使者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施波社 说 请你把我的妻子米甲还给我 她是我从前用一百个非利式人的包皮拼下的 于是伊施波社派人去 把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 米甲的丈夫与他一起去 跟在他后面 一边走一边哭 一直跟到八户林 亚尼尔对他说 你去吧 回去吧 他只好回去了 亚尼尔与以色列的长老商议说 从前你们希望大卫做你们的王 现在可以实现了 因为耶和华曾经论到大卫说 我要借着我的仆人大卫的手 把我的子民以色列从非利式人和他们所有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 亚尼尔也把这话说给遍亚敏人听 然后又去西伯伦把以色列人和遍亚敏全都同意的一切事说给大卫听 亚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西伯伦见大卫的时候 大卫就为亚尼尔和与他同来的人摆设宴席 后来亚尼尔对大卫说 让我去把以色列众人召集到我主我王这里来 好叫他们与你立约 这样 你就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愿统治所有的人 于是大卫打发亚尼尔回去 他就平平安安地走了 那时大卫的臣仆和约亚攻击敌人回来 带回许多的战利品 当时亚尼尔不在西伯伦大卫那里 因为大卫已经打发他离去 他也平平安安地走了 约亚和跟随他的全军一到达 就有人告诉约亚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经来见过王 王打发他离去 他已经平平安安地走了 约亚进去见王说 你做了什么事 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你 你为什么把他送走 现在他已经平平安安地走了 你认识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他来是要欺骗你 是要了解你的起居行动 和你所做的一切事 约亚从大卫那里出来 就拆派使者去追赶亚尼尔 使者从希拉的水井那里把他带回来 可是大卫一点都不知道 亚尼尔回到了西伯伦 约亚就拉他到城门旁边与他密谈 约亚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子 他就死了 这样他替自己的兄弟亚萨黑报了血仇 事后大卫听到了 就说 关于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案 我和我的国家 在耶和华面前永远是无辜的 愿这留人血的罪 归到约亚的头上和他父亲的全家 又愿约亚家不断有患血漏病的 长麻风的 拿拐杖的 倒闭在剑下的 和缺乏粮食的 因亚尼尔在鸡变的战场上 杀死了他们的兄弟亚萨黑 约亚和他的兄弟亚比筛 就杀了亚尼尔 大卫对约亚和与他在一起的众人说 你们要撕裂衣服 腰束麻布 在亚尼尔面前哀哭 大卫王也走在棺木后面 他们把亚尼尔埋葬在西伯伦 王在亚尼尔的墓旁 放声大哭 众人也都哭了 王又为亚尼尔做了哀歌 说 难道亚尼尔死去 要像愚望的人死去一样吗 你的手没有被绳索绑住 你的脚也没有被铜链锁住 你倒闭 好像人在暴徒面前倒闭一样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还在白天的时候 众人都来劝大卫吃点饭 大卫启示说 我若在日落以前吃饭或吃什么东西 愿神降伐我 重重地降伐我 众人看见了就都喜悦 王所做的一切 他们都很喜悦 那一天 众人和全以色列都知道 杀死尼尔的儿子亚尼尔 并不是出于王的意思 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不知道 今天在以色列中 有一位将领和伟人倒闭了吗 今天 我虽然受高为王 但我还是幼弱的 西鲁亚的两个儿子太强了 非我所能应付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 报应恶人